欢迎来到我的多肉花园 我是纽线维安 欢迎来到我的多肉花园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用夜叉 存活力最高的几款多肉植物 那我相信喜欢夜夫的你 还有新手的你 我觉得这样子是非常适合我们来练习栽种 然后而且它的存活率是99.99% 这几款多肉 好那现在我手边这个就是 我把叶子健康的叶子 非常健康健壮的叶子取下来 然后我们把分门别类 这个就是 你看真的是很可爱 那我们只要把拿一个盘子出来 然后把叶子铺在上面 这个就是所谓的空气生根法 都不需要放在任何特殊的地方 只要放在阴凉通风闪光处就可以 但是我建议大家偶尔可以给它晒一晒阳光 然后尤其像是基隆月只要碰到阳光马上就变色了 好如果你不给阳光它就会带绿色 只要给阳光像我这个全部都有一点带粉红色的这个是基丘利 所以给一点点阳光对它很容易就可以吸收阳光来变色 好那今天我们就来介绍这几款多肉 我们就开始来介绍我们的第一款多肉植物 就是白牡丹 白牡丹也称之为叶夫之王 真的是非常非常容易叶夫出来 而且时间不会很长很快 但是有一个前提 就是我们的白牡丹太容易黑服了 所以在浇水方面控水要特别的小心 因为它非常非常容易黑服 然后我的白牡丹最大颗也只达到这个旁边这样子的程度 那这个是我之前叶夫出来 然后把它排成不同的多肉植物排出来 这个大概要半年以上至少要九个月左右才会变成这么的丰盛澎湃了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白牡丹 那基隆月 基隆月也是非常叶夫非常好叶夫的 只要健壮的叶子几乎也是百分之百可以叶夫出来的 然后你只要给足日晒 你看它马上就会红给你看 如果没有日晒就是这样子绿绿的不好看 要红色才漂亮 好那它非常容易呈现老妆 因为它生长的速度非常快 好这就是基隆月 尼可沙纳 尼可沙纳也是非常非常容易叶夫的一款多肉植物 这个也是我叶夫出来的小苗 然后栽种在里面 你看它现在就是非常的美 好像是群生的玫瑰花 绿色的玫瑰花 你看多美啊 光这样欣赏我都觉得心里非常的开心 看得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好我觉得它也是一款非常叶夫 非常好栽种的一款多肉植物 尼可沙纳 那接下来就是基丘利 基丘利真的也是非常非常容易 而且基丘利因为它是小而群生嘛 那在见光它马上就可以呈现这么美的 淡粉红色状态 那栽种的时候我们要拿一个大的圆盘 把叶片通通铺在上面 就是这么简单 它是超容易 然后大概半年之后就慢慢会形成群生 就变成这么大一撮的多肉植物 然而用它来栽种我们的多肉拼盘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合适 而且又就算你不做拼盘 你这样子也是非常非常的美 真的是 好这就是我们的基丘利 那接下来就是爱伦 那爱伦呢也是 爱伦台湾叫做达摩基丘利 达摩两个字真的是圆润肥胖 真的是取名取得非常好 达摩基丘利 那在国外我们叫它爱伦 那爱伦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上面会有一些斑 但是不是病 是爱伦特有的一种斑 我们称之为爱伦斑 所以不要担心 它表面上一点一点的 不用担心 这个是它特有的爱伦斑 好那爱伦呢 现在这个颜色有点 不是有点灰蓝灰蓝 真正粉红要达到这样子 透明感的粉红色 那爱伦也是 我常常叶夫 我会拿它来做多肉拼盘 因为它非常的圆润 可爱 但粉红色 好 真的是非常美的一款多肉 叶夫非常非常的好服 而且介绍这些 都是速度非常快 你很快就可以 长成很大一棵的多肉植物 最后一款 我觉得它真的就是非常好栽种 而且它很少会有病虫害 它就是紫瓷白脸 紫瓷白脸也是非常 它会呈现淡粉红色 但现在好像感觉我的 有一点点像乳白色的感觉 但是如果真的阳光在给主 它就真的是淡粉红色 我觉得它也是一款 非常漂亮的一款多肉植物 那我觉得对于新手的你 如果你想刚入门 我觉得这几款多肉植物 非常适合你 even你是要叶夫 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好敷 只要健壮的叶子 那我们把它放在盘子上面 那也不需要利用任何东西 只要空气有水分 它叶片就会慢慢长出根来 或者有些会先长出叶子 没有关系 但是您要耐心的等待哦 至少都要等到半年以上 然后你才可以像这个这么漂亮的尼克沙纳 那我们这样群生的方式 真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 我觉得种多肉植物真的是太开心了 那如果您有闲暇之余 我觉得您不妨也去买几颗多肉植物 来试种看看 不需要浇太多的水 而且非常让你很疗愈哦 而且很开心 看到这么漂亮的植物会变色 真的是超美的 来试试看哦 好那喜欢我的节目吗 那喜欢我的节目请按赞订阅并分享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